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阶段做完了 基本上做完了 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的有价值的东西 这是截止到星期一的上午北美时间11点钟左右 我个人的说法就是挺悲剧的吧 另外一个就是南韩的那艘轮船 现在真相基本出来了挺简单的 船长应该当时驾驶的船长应该负有绝对的责任 那那个实际操作的三副 也不是他就叫三副了 那个小女孩自己就算肇事者 他也基本认可了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非常的悲剧 就是这种事情的发生在这个时候呢 在过去时间里很少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很少在新闻过去的十年里很少听到这样的故事 就是说整个轮船就这样就翻了 那这种悲剧的出现呢 却都跟人性有关 船长误判 然后让孩子们留在船舱里 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他自己弃船而逃 人们不接受 那些死去死难者的父母不接受 正是船长的行为 行为跟人品直接相关了 对不对 那我们对比之下 我们看过塔坦尼克号 那老船长他表现出来的价值观 他是另外一个概念 男人们表现出来的价值观 那是做人的概念 因为你被叫做人没有太多的解释 而塔坦尼克里面所描写的那个富商的本身 他自己把别的小孩女人都把在一边 他要先跑的概念 让人们看到了富人的丑陋 看到富人的丑陋 很多人愿意这么去描写 并不是说富人都丑陋 他描写着一个价值观 当人们追逐钱财利益的时候 人们就在扼杀着自己做人的天性的那一面 善良的那一面 船长他没钱吗 船长当那年代的船长肯定是有钱的 所以不是有钱人都丑陋 不是这概念 而是在拥有财富的人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很容易扼杀自己人性里面 当把一个把金钱的多余少 利益的占有多余少 作为一个社会衡量价值观的时候 这个社会的制度就是摧毁人性 而人人在其中都不能把控着自己 人人在其中都无可奈何的去适应这个概念 很多人的一句话就是 那我得生活 生活你用不着找二十个女人 生活你用不着买十八个房子 生活你用不着一定要开奔驰车 没错吧 但这些人都讲要生活 一个宋林被打倒被干掉 那宋林是翻饼落饼 被干掉好几回 就是被揭发了好几回 无论背后有多少女人 一个女人五个女人 那周永康被纽约时报这样正式的披露出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的被干掉 后面都是金钱与欲望 其他的没有 然后他代表着残暴 这就是而人们能够在民间得到响应 老百姓响应 一部分相当一部分朋友出自于做人的基本道理 而另外相当朋友是妒忌的心理 现在是一个副局级的官员 他的儿子其实在模仿着周永康的儿子周斌的做法 在运用他的关系网 在获取着利益 然后在喝酒的时候就骂 那家周永康太狠 还真不是东西 非常 大家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在街头喝着啤酒 吃着小龙虾 油炸麻辣小龙虾 然后就骂周永康 其实在骂完了牛脸就说 跟他一块喝酒 他就会说这样的话 这事你要不给我办了 你看我不舍你呢 他爸是公安局局长 我爸是李刚 这话是我们知道的民间的真实的故事 对不对 李双江的儿子 这都是真实的故事 所以在层层层层我的解释就是 这是一个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对垒的层层层层 人性被扼杀的故事 社会的阶层从最底层城管 一直到最上层 这个江泽民 层层的生活都是这么生活 而人性的那一面 又属于天性的善良的保存的那一部分 促使这些人会把孩子都弄到国外去 拼命往外跑 所以整个交叉在一起了 应该是 可能是佛家里说的末法末节的时候 所以人们出现了人性与利益的大碰撞 我个人的说法就是米开朗基罗说的大审判 保住人性就是审判 就是保住自己神性的一面 拒绝中国共产党 就是保住自己人性和道德的一面 一个真实的做法 我觉得这就是这么简单的说法 在这个Good Friday之前呢 德国之声呢 有篇报道 跟中国事情有关 现实的社会环境有关 跟中国的两岸三地直接关联 而它触及到的却是人性的一面 文章不长 但我觉得非常的直接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独立自救与暴民 文章讲香港的思想火种 何在 台湾的文化自救何为 交易路的虚假宣传 挥霍无度的贪官 与人人喊打的城管 谁能救得了中国 香港公民党的主席 余诺威女士 在明报写了篇文章 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公民 讲08年四川大地震之后 港府为了争取立法会通过 拨款救灾 安排立法会的议员视察了再去 当时的四川官员 向我们保证彻查豆腐渣工程 若有发现必将严惩 六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的却是追求真相 或协助死难者家属 讨公道的维权人士 一一被清算 罗知罪名 被判入监 这些人包括谈作人 许志勇丁家喜 国家负了他们 辜负了他们 还要他们背上莫须有的罪名 但他们义无反顾 要建立一个公益社会为己任 所以很明显 香港正该讨论所要求的 爱国爱港是假人假意 要求港人爱国爱党 这个国家杀了他们的孩子 被称为自然灾害死的孩子 但是当他的国民要求国家 给予一个清单 说这些孩子怎么死的时候 这个国家以国家的稳定的名义 把他们的国民干掉 截止到今天2014年 我们并没有看到 在刚刚过去的清明节里面 2008年 那几万人 十几万死去的孩子 他们的家长 能够拥有自由 祭奠他们死去的幼儿 而这个时候 周永康的 孙女 5岁 在北京的一个幼儿园里面 因为他的爹 他的妈 他的爷爷 他的奶奶 全干掉 全给抓了 唯一跑到的是他的外婆 跑到了美国去 外婆说 对一个5岁的孩子这么做 是不公正的 我说2008年 在大地震死去的那些孩子 从2002年被揭示出来活摘器官 父母被摘了器官 那些个孩子 是你这个外孙子的爷爷 周永康 一手造成的 孩子本身是无罪 这个体制是杀孩子的 包括你孩子 难道你看不出这种邪恶吗 而每个人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 去看待发生的事情 当自为了自己利益的时候 去任意的虐待他人 当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 立刻成为了喊冤之人士 这是一个没有 对生命没有尊重的一个 制度的自然反应 它能成为是正常的人类社会 这些我刚才说这些 都发生在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制度下 这一行字被贴在权力中心 中南海正门新华门的一侧 对吧 所以共产党是魔鬼 文章提到另外一个很尖刻的说法 叫港独主张言论自由 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飞帆接受访问 认为香港比台湾更具成熟的公民社会 但受制于所谓的一国两制 政治 政治制度 令民主倒退 香港不只要普选 香港要独立 这是林飞帆说的 而香港的时评人 李怡很有名的 在苹果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 港独主张是香港民主的思想火种 李怡自己说 中国人几乎与生俱来的大一统观念 是长期专制政治的形成的 近六十年 专制主义只有更加强化 争民主的最主要的条件 是社会主流 尤其民主人士 必须有独立自主的意识 如果一个制度是开明的社会的话 比如说美国的社会 美国的社会会接受 所有不同的政治主张的人 进入他的社会 进入他自己的社会 对吧 今天 炒高了美国西岸和东岸房产的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官 党内高官的家族 对吧 周永康的庆祥母 今天就在美国的西部的局限 洛杉矶的局限是洛杉矶的附属的 非常富裕的地方 他跑到那去 美国人并没有因为 你共产党的社会制度的人而拒绝你 这是没错了 他的包容并没有对美国社会的基础 有任何的威胁 他拥有力量 拥有自信 包容你反对美国的人进入美国 所以李一讲在香港的主张和台湾的主张是一样的 他要言论自由 对比下来中共实施的管制的概念 把国家成为他们当权者利益集团自己的私有财产的时候 他绝对不允许你这样 他不接受 等于抢他们家的钱 所以这是制度的邪恶 共产党的邪恶 共产党的邪恶就在于 当把这批人弄下去之后 反腐的民意把那批人弄下去之后 那你还维护共产党的制度 那后来的人 就会更大限度的去占有 去贪恼 无论他起初多好 他会变成像魔鬼一样 所以这是我说共产党的党性扼杀人性的根本原因 而文章又提到台湾的问题 他说台湾现在呢 出现的民间出现的冲突 最关键的是金钱的问题 服贸协议也是一个金钱问题 那而作为台湾真正骄傲的 却是台湾的文化 台湾保留下来的 相应的拥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理念的那种文化的概念 这个软实力台湾是不能丢的 所以这是对精神的追寻 而马英九所提到的很多的概念是指经济的概念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 跟共产党结合在一起谈到的事情就是钱 用钱来衡量 无论卖什么 所以我才说他是嫖客 然后他紧接提到一些交易路救不了中国 那这里他提到了慕容雪村 交易路救不了中国是指暗指的 明指的就说2014年3月份呢 习近平曾经到了河南 直接去了这个兰考县 去了交易路纪念馆 那是有一番说法 但是人们都知道交易路是可能就是假的 对吧 那交易路推崇交易路的 前面推着交易路 后面所有当官的孩子们在跑 这就我说那话 穿着衣服是为了脱 是欺骗 慕容雪村认为 在当今的中国 重提交易路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更别提根出腐败了 老的道德楷模 以无法引起公众的共鸣 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官方的宣传 因为这本身是假的 我觉得他也提到说 如果习近平想遏制腐败 必须让官员受到制度化的监督 而不是党内的左手打右手 所以就是我们提到的说法很简单了 反腐为了自己 那带来会更大的腐败 然后文章就提到挥霍无度的敌人 他举的例子就是宋林了 即使宋林被拿下 而相关的讨论却是被删除了 其中引述了一个专栏作家 陈灵虚的评论说 香港媒体爆出 宋林一顿饭 花公款150万 联想此前央视企业 一盏灯几百万 给戏的办一场演出几百万 老总年薪几千万 有的竟然还要享受国家数千亿的补贴 说个最直接的话 那个钱 宋林说我要不花了150万吃饭 别人也得花 我不花 别人说我确信 我不弄几百万的灯 我脸上没光 我脸上没光 这个钱我要不花 这个钱也没办法装我兜里去 我要花了他给我爷 是这个 今天谁不认为在中国的社会当中应该这么生活呢 而这样的生活的概念 是过去二十年形成的 所有的官是在这个概念上上来的 不会送礼 不会花钱的人 你能当官吗 你当不了官 你不能被提拔 明白事理的人 懂得花钱的人 懂得自己领导的偏口爱好 喜欢眼睛大的 喜欢粉色的 喜欢黑色的 喜欢要多大的车 喜欢什么样的 他得投其所好 我才能上官 对吧 过去二十年的官是这么上来的 是在女人的床上上来的 是在女人的身体上上来的 而是一层一层的送 那你说你今天反腐 反的是哪门子呢 当然咱也说了 这个时候你再把焦裕录放前头 你说焦裕录底下死的那个魂 他怎么想 真的我是这么 这是有点意思 这个 那老百姓活着的老百姓又怎么想呢 所以提出的概念 台湾也好 香港也好 香港的独立的精神 拒绝共产党本身的邪恶的概念 台湾文化的底论 要抵制摧毁 共产党党文化的 对人们洗脑后的 非正常人的行为 而在中国只剩下虚假的焦裕录 能够被习近平所用 这个制度必须崩溃 每一个人是人 尊重自己是人的时候 就应该拒绝中国共产党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